好啦,第二位理论师感性设计理论 美国西北大学天脑科技与心理学的教授 当然我提出感性的设计 我强调设计要诉诸 人们的感性情绪与经验 最为人性科技与感性设计的融合 让人与产品间能够产生一个情境上的互动 最为设计使得产品在外观、机理、触觉 让人们有着一种愉悦 充满情趣与生活美学与感性设计的特质 那一般人的生活的感知 大多是以视觉为主 80%靠着眼睛去接触感受环境 因而忽略了其他感官对空间体验的重要性 感受环境的方法有很多 视觉、清觉、触觉、嗅觉、慰觉 以心灵的感应 都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人们藉由生理与心理上的一个溜感 以所处的环境 包含人关环境、阴环境、温热的环境 社会的环境等等 来产生一个相互的一个感觉的经验 所以身体中的身心理的感官 会直接感受到这些因子 而产生一个相对应的身心理的反应 成为人的一种感知的模式 以文化的经验 那感情设计的理论 主要是让设计者重新的认识 倾听身体感官的一个感觉的经验 以人的身体为基地 在真实的一个环境经验中 藉由身体感知的操作 思考设计形式 以人的使用行为间的一个关系 以感性的一个设计的模式 来塑造人性化的一个设计经验 以有趣的一个感觉的体验 那我介绍一下 像现在大道汽车体验店的一个 空间构成的模式 以特质这样子 那首先要介绍一下Toyota的七处洗烟店 这个是Toyota的七处洗烟店 Toyota的七处洗烟店 的室内设计简洁清新 通透了一个玻璃 落地窗 营造了现代感的一个气息 然后它大面积的使用了一个纯白色 以及方框的一个直角设计的概念 来呈现Toyota简洁洗烟的一个空间的风格 所以它塑造一种简洁又具有科技感 洁白无瑕的一种空间的氛围 我让人仿佛进入到一个白色的云端之中 我经过了一个舒适的赏车环境 以空间的情境 那它入口的一个展区的车款的展示台 它有一个倾角 然后影像大的 我塑造了一个具有动感的一个直角排列的模式 我呈现了一个镜中 剑洞的一个展示的氛围 然后它的展示台的一个白色墙底上 它设置了一个多媒体的荧幕 我播放了汽车奔驰的影像 我在真实以虚拟的一个空间情境中 我建构了震撼的一个 我入口的意向 我整体的展场的空间的塑造 我为了增进整个愉悦的一个赏车的经验 我在世界上 它主要是以白色明亮 我素雅的一个色调 我来塑造出 自由开放 舒适的一个赏车的环境 我呈现Toyota品牌简洁 时尚的设计风格 所以你在一楼跟二楼的一个白色的 楼梯的墙体 你可以感受到它 我引导出一个优雅的互动观点 让空间呈现出一个失意的特质 这个光点它会随着 我观者的身体的感应 然后做变化 我呈现出一个光影变化的流动美学 我塑造出了一个 我独特而优雅的一个感官的体验 然后它整个展场的二楼 我它设置了 我修器区 我VIP室 我吧台 我以及 我视听室这样子 我让它里面 我让我整个访客 在一个虚拟的一个赛车体验区 我能小事身手 我享受驾驭 驰骋的一个乐趣这样子 所以Toyota的汽车的生物馆的展场 我除了其实展示的一种空间层次的塑造之外 同时它也具有汽车博物馆的一种氛围 以模式 让顾客能够感受 体验 智慧化的设计 透过一个触碰的荧幕 随 随观随响 各种展示车的一个资讯样子 那在展场中 它也展示了 2005年 在爱智博览会上的一个 单人未来的概念程 所以它建构了一个 以机器人一同生活的未来情境 营造了一个白色境界的空间数学 以叙事的模式 让人在影端的情境中赏车 享受自由自在的赏车乐趣 这也是Toyota的 法律旗舰店 表现了一个所谓的镜中见动的一个展示的氛围 然后它以整个白色零端 检验的一个空间的情境 来塑造Toyota 自由开放 舒适的一个赏车的环境 其实都还蛮有时尚美学的 这样子